嗯,这个说法啊,因为呢,就是我们不要说演邪演邪的,因为这个演邪这个词啊,其实也挺诡异的,我们就说刘仲敬这些人吧,就这样子啊,彼此尊重啊,因为我们一旦讨论问题啊,就应该彼此尊重啊,不要用一些很诡异的名词啊,就这样子,先定了立场吧,没有必要啊,就是这个问题呢,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,因为呢, 目前呢,就是在我们邪术界里面呢,对于这些中国文明的言流啊,它是哪里来的呢,它都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的啊,比如说有北来之说,就是说我们所有中国文明呢,是有没有北方的勇武民族带来的啊,认为这个皇帝呢,本身就是匈奴人啊,这种说法也是有的,同样的,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,我们的文明呢,是从浙江那边开始, 因为呢,从目前的考古挖掘呢,像梁畜文明啊,像这个啊,就是整个文明程度呢,是高于我们这个内陆的这种陕西啊,这些地方出土的文明啊,就是说他们不管是修建城池啊,还是,还是淘气上的,还是各种意气,特别是意气上的,就是说, 嗯,浙江梁畜这一块的文明呢啊,就比这个陕西啊,这些江寨文明啊,都高,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,然后呢,邪术界,邪术界是有一种认为说法,是认为 所有的中国目前境内的多数文明呢,是通过东移啊,就所谓的东移啊,就山东半岛这一块啊,然后江浙这一块啊,开始扩散出去的,那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呢,不知道,因为呢,这依旧是一家之说,同样的呢,嗯,所谓的这个,你提到的这个, 呃,商朝之后,中国一直是靠着记取这个中亚秩序,而知,基俗,才能存活呢,依旧呢,是一种说法,记住了,这是一种说法,知道吧,就是说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呢,在邪术上啊,依旧没有达成共识,那么呢,他们能不能持这种,这种说法,当然可以了,就是,每个邪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,他们总是有所坚持的,不管他们是怎么看,就是说, 不管怎么样,只要是说,我们说的这些说法呢,有背后有考古学的基础,背后呢,有邪术,邪者研究的基础的话呢,那么呢,我们不可能说他,这种说法是毫无依据的,知道吧,就是说不可能说,呃,我们不可能通过他的立场很邪恶,然后来证明,比如说刘宗敬这个人呢,就是个美分,就是想要抹黑中华文明,然后呢,他提出了这个见解啊,嗯,这种, 这种违心论啊,这种动机论啊,因为动机不可追寻,知道吧,我们在讨论,讨论斜者的时候啊,一定要注意啊,就是斜者的人品,跟他的邪术成就,一点关系没有,一毛钱关系也没有,比如说,我们,我们大家都知道,郭默若老师是什么样的人,但是呢,我们这个业内,我们这个业内呢, 对于,嗯,郭默若老师所做过的这个甲骨文的贡献,所有人都是佩服的,就是说,只要是你在研究上古史,不管你研究的生还是不生,只要你一旦进入了这个上古史的这个门槛,肯定是要对郭默若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的, 为什么呢,作品就在那里,你就应该去看那些作品,知道吧,所以呢,实际上呢,呃,就是,呃,刘仲敬老师提出的这个商代以后,中国,呃,一直靠着记起中亚的智序和基础才能存活的这个话题呢,并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研究之上的,记住一点,呃,他所有的说法都是建构在,呃,很多的,呃,关于中西亚, 他比较史啊,文明比较史啊,研流史的这些,呃,专家写者的大量的考古文献基础之,呃,文献考古啊,呃,这些大量的研究之上,他才提出这个看法的,首先是,学术界里面有过这个看法,至于这个看法有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,是另外一回事啊,他暂时没有达成共识,但是他依旧是,可以成立的,逻辑自洽的一家之言, 谢谢这位同学